马六甲29日训天下竟有如此父母,为了吸毒,竟不顾家中八个年幼孩子,包括出世仅二周婴儿的死活。 一对毒夫妻为了买毒品,却要八个孩子挨饿,经常只是让孩子吃无配料炒饭配盐,孩子从年初就没有上学, 其中两个出世仅二周,即刚满一岁的孩子,连奶粉也没有得吃,更因为长时期没换尿布,臀部长了水泡。 邻居对此看不过眼,向非政府组织寻求幸福俱乐部KNK投报, 后者联合警方及福利局展开行动,逮捕是毒夫妻,救出八个孩子。 据每日大都会报道,来自中央警区速毒组与八当之甲警局的警员, 于前日凌晨到五级南眉甘榜登雅一间住家展开取地行动, 逮捕了年龄43岁的丈夫余范,及38岁的妻子吴业, 并在屋内搜查到0.15克的冰毒。